老年人养的狗狗跟年轻人养的狗狗在坐骑上有什么区别呢 老爷跟金子每天六点多起床,九点多睡觉 我跟银子每天十二点多起床,夜里两点多才睡觉 所以导致每天老爷带着金子溜弯到我们家门口 金子想找银子玩,老爷都会说 别去了,一点还没起呢,银子那来玩吧 同样,每天晚上我带着银子溜弯到老爷家门口,我也都会说 老爷家都黑灯了,哥睡了,明天再找哥哥玩吧 然而随着金子银子最近的接触越来越多 我发现他俩慢慢被彼此同化了 以前银子从来没有这么早睡过觉 也从来没有早上七点就爬到我的脑袋上 七点,你怎么起那么早 也好,我的作息也是该改改 但是起太早了也实在不知道该干啥,就只能 起都起了,不如约着金子来个晨六吧 爸,那约着出去玩会儿先 不行啊,十钟以后,咱过去啊 好嘞 啊,你别着急啊,你弄不 我先上门衣服化个弹妆,马上就走啊 爸爸都出门了,你还化什么妆啊 别耽误时间 我两分钟就到 我 closest周就来啊 知道吗 差不多了 我 simultaneously的听一声 inspired好 鼻子 按住 鼻子 鼻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